大家晚安 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 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从今天晚上11点的位置可以看到 台风已经来到了台湾南南西方 大概230公里的海面上 七级风暴风半径280公里 暴风圈正逐渐的落到台湾南端的陆地 逐渐的移入了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地区 不过目前由于屏东地区是受到中央山脉的阻挡的关系 因此风雨还不明显 不过恒春半岛的风雨已经明显地增强了 而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台风会逐渐地往北北溪的方向移动 到了明天会来到台湾海峡南部 这段时间它的暴风圈有机会持续地笼罩台湾中南部的陆地 因此在这一报我们路上警戒区从原本的云林以南 新增了彰化跟南投的两个警戒区 我们目前针对张化以南、南投 还有花莲、台东以及澎湖发布路上台风警报 请当地的民众要持续注意台风动态 并且做好防台的措施 而另外在海面的部分 这一报我们也新增了台湾北部海面 因此目前的警戒区是整个台湾临近的各海面 以及巴士海峡和台湾东沙岛海面都在警戒区当中 请航行级作业的船只也要严加地戒备 而这一段时间由于台风一直处在台湾的南方 台湾这边吹了非常强的偏东风 使得东半部的降雨相当的明显 我们从雨量上观测可以看到 在从昨天累积一直到今天的目前为止 最大的累积雨量出现在花莲的天翔 已经超过510毫米了 而另外在台东的北南也超过了450毫米 另外在宜兰、屏东其实雨量都是相当大的 从雷达回波路上我们还持续可以看到 造成强降雨的回波持续地由东方的海面 往台湾这边移入 因此导致今天在东半部 恒春半岛以及西半部的山区雨势都相当的明显 而这当中其实有伴随了一些 比较发展的比较好的对流云系 它在通过的时候带来短时的强降雨 也带来了小区域的强震风 那从定量降水预报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东半部的降雨其实还要持续一阵子 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降雨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降雨 还是集中在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以及西半部的山区 而这个样子到了明天的白天 东半部降雨还是持续 甚至因为台风开始来到台湾西南方 因此南部地区的降雨也在明天会明显地增多 到了明天晚上到后天 南部地区的降雨 包括澎湖跟金门雨势也是持续的增大 而东半部的降雨在宜兰花莲则有机会趋缓 可是台东因为还是迎风面的关系 雨势还是相当的明显 由于降雨的雨量算蛮大的 所以气象局持续发布好大雨特报 我们目前针对花莲地区 以及台东县的山区发布超大好雨 而另外在台东的平地还有在宜兰山区 目前是大好雨的情形 而周遭的各县市呢 其实有部分地区有发布大雨 或者是好雨特报的情形 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降雨的状况 另外是在风的部分 明天在南部地区风雨也会明显地增强 在明天的上午 在除了恒春半岛以外的话 在屏东地区从明天上午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 有比较明显的强风出现 可能阵风就已经会来到十一级 而随着时间慢慢地到了明天下午 比较强风的区域会逐渐地往高雄 甚至台南这边移动 明天下午高雄就会出现十级的阵风 甚至到了明天的入夜 包括了整个台南也会有十级的阵风出现 而另外在云林嘉义沿海的乡镇 风力呢也会明显地增强 而到了明天入夜之后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 澎湖在入夜之后 风力也会显著地加强 而到了28号的凌晨 台风更加接近金门的华南沿岸 那金门地区风力也会有明显增强的状况 因此明天的话在东半部的风雨还是持续 但是要特别留意的是 在南部地区澎湖跟金门地区 风雨有明显增强的清新 所以最后帮大家做一些总结 各地的注意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台东跟恒春的话 目前已经是风雨就已经蛮大的了 那我们预计这样子的状态至少会持续到明天一整天 而至于宜蘭跟花莲的话 明天一整天的白天 豪雨还是会持续的 那在北部跟马祖地区 虽然是在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 但是还是会有明显的强震风 我们预期在北部甚至在大台北的盆地里面 以及包括马祖地区 可能明天会有8到10级的强震风出现 另外要注意的是南部跟澎湖 大概在明天白天开始 风雨就会逐渐的增强 其中南部在礼拜四的傍晚到入夜这段时间 风事跟雨事是最为明显的 那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清晨 那在澎湖的部分的话 则是在礼拜五的整个晚上 也是风雨算是比较大的时候 而金门的部分的话 在一开始已经有一些强震风 但是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深夜一直到周五的上午 风雨是最强的 而且我们不排除在礼拜五的清晨的时候 台风的中心是很有可能会通过金门附近 那至于在中部地区的话 则是有一些间歇性的风雨的状态 那还是要特别留意台风的讯息 所以在这段时间的话 从明天一直到礼拜五的清晨 这段时间算是台风影响台湾 以及澎湖跟金门最大的时候 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台风的动态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 有网友担心说 就是那个在西南部这个部分 那个风雨的部分都不会很强 因为有网友拿这个莫拉克出来的 就是说这个台风移动的速度 跟它带来的比较 都不会很严重 OK好 我们风雨预报来看的话 大概明天的这段时间 在高雄屏东山区 是有机会来到大好雨的标准的 那南部的平地也不排除有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 那至于在比较方面的话 这个台风的话 它其实是从台湾的南端 进到台湾海峡南部 那刚刚提到的莫拉克台风 它其实是从花莲登陆 然后进入台湾海峡北部之后 再往大陆前去 所以路径上是不太一样的 那另外莫拉克台风 它在清洗台湾的时候 其实伴随的是西南气流 所以整体的大气环境 都是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啦 就是最近这几年 其实也比较少台风 比较近距离的影响到我们 所以台风带来的强风跟好雨的话 都是不容忽视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